好 各位 欢迎收听早晨财经数捷 今天是2020年5月14号 礼拜四早上8点31分 好 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几项消息 第一项是鲍尔昨天警告经济的前景 可能会非常的严峻 这样的一个消息一传出 因为昨天联总会再度召开记者会 道中指数直接崩跌了500点 标普白指数也是直接跌底了三周的一个低点 那最直观就是刚才讲到的 联总会主席鲍尔直接声明 新冠病毒疫情将导致经济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疲惫 不过他并没有针对这种 是否会爆发第二次规模感染来做一些表态 其实我也很纠结 就是说似乎美国现在的一个复工状态 难以避免这种二次感染 但是二次感染如果真的爆发了 那美国一定会再封城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说这种自然免疫的话 或天然免疫的话 就让该感染的人都感染 那等到群体都感染就群体免疫了嘛 所以也不失为一个方法 就是说其实美国到底会不会进行二次封城 我们要知道进行二次感染 不一定股市会跌 不一定经济会重创 但是进行二次封城 经济才会融创 所以封不封城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但如果感染了但是不封城 那也许整体的经济仍然能够持稳 所以我们后续还是要实质来做一些观察 不过鲍尔并没有针对这一点来做一些表态 如果观众朋友有什么想法 觉得会不会爆发二次感染 那二次感染会不会导致美国再度封城 观众朋友可以在留言我们做一些讨论 好那台股的部分 台股昨天是由黑翻红 四大逆支 撑盘是非常的明显 尤其昨天MSCI再度调低了台股的权重 基本上主要是把权重都分给中国了 目前中国的平等算是调升的 那昨天八大勾股行库呢 也是连续八天来做买进 带动了投信连续六天为买 自营商也是转卖为买 所以逆支持续的一个护盘状态底下 昨天硬是站回了10900点 仍然在万一附近做徘徊 待会我们做一些细节分析 好那最后一点 我们根据这个胡佛在1930年代 根据景气复苏的虚实来做一些探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观众朋友有贴给我一篇文章 我觉得非常不错 是工商时报的社论 这篇文章他想表达的是 对照现在的状态 我们似乎联准会这一次的政策 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你说哪有成功啊 摔那么惨 经济那么惨 经济这么惨 是疫情害的 但是联准会 各位如果还记得 在三月份四月份 大幅度的降息 许多投资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结果果然疫情的恐慌程度 让股市持续的下修 但是因为货币宽松的效果 量化宽松的效果 没有一间企业导致连锁导债 没有企业真的是爆发连锁导债的 银行也没有 页岩油也没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联准会这一次快速的撒出货币 解决了这种流动性危机 这种现金的财务压力 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那很多人就说 所以景济已经成功的被救回来了 但是工商时报这篇社论 他从1930年代 当时的美国这种胡佛 就是大萧桥的这个起头点 针对当时的美国经济成长率 做了非常严重的误判 在第一年的时候 整体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是8.5% 在1931年的时候 成功拉为-6.4% 似乎有一种趋缓的一个迹象 但是胡佛一直以为 这个一年十个月的股市崩盘 终于乌消云散的时候呢 他就呼吁说 不用放心了 这个正式的经济衰退 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一衰退 就是衰退个十年 所以这是胡佛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当时的股市 也是从低点进行了 一定幅度的一个反弹 但是呢 长达十年的衰退 我不是说现在 一衰退就衰退十年 但是有没有可能 当前联准会的经济预判 是可能是错的呢 这官方朋友带给我的文章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跟我的观点 好像有一点相处 我觉得待会儿 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 好那中美的问题 我们持续来关注 昨天大陆这个 这个外交部 还有整体的商务部 都已经发表声明了 说中美目前的第一阶段的协议 是进行的非常的良好 那大陆也会努力的来兑现承诺 就是说大陆相较起来的话 整体的一个态度是放缓的 当然美方是比较音牌 比较针对性的 那两国目前整体的一个 进口的一个数据呢 待会儿我们做一些细节的探讨 但是大陆目前呢 进口的一个幅度 已经开始出现了 包括大豆 包括玉米 包括金融产业的开放 都在下半年应该会开始进行执行 那原物料的部分呢 已经开始进口了 那川普呢 则是在昨天延长了行政命令一年 继续封杀华为等录器 禁止使用这个安卓的系统 那到底中美两国的一个博弈状态如何 我们待会儿做一些比较细节的探讨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会探讨一下 中国的债务问题 这个是昨天 人民银行11日所公布的一个 最新的金融数据 是从货币技术M2 我们叫M1M2 总广义的一个货币总技术M2 已经年增率11.1% 才到5月份已经增加了11.1% 代表什么 大陆央行所释放的资金 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效 因为总体的社会融资规模 已经增加了3.09兆 也增加了不少的幅度 也就是说 他撒出去的这些钱 达到了更大的一些财务杠杆的作用 比如说我人民银行 撒了5兆人民币 结果呢 市场上资产规模增加的一个增额 是15兆 那么我就用这5兆 创造了10兆的一个产值 所以这个人民银行 目前的一个金融货币宽松的一个措施 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 但是 现在中国债务问题 高杠杆的一个问题啊 会不会增加啊 目前中国包括政府 企业和家计的单位 总债务来到GDP的260% 也就是说 中国政府 或者说整个中国人民呢 要连续2.6年不吃不喝 才能够把中国目前的债务全部还完 那 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的总体债务大概250% 比中国的债务水平还要来的低哦 那最高的是日本 370% 不过日本 一直以来债务就是这么高了 而且大部分是欠内资 欠内债 所以比较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哦 市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哦 也不是说中国不允许有这么高的债务 本来一个 国家的债务啊 是 自己 原本GDP的 1倍到2倍 都还算是正常的一个范围 但是问题是 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欧盟日本啊 高达200%以上的一个债务比例啊 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高发展国家 都是已开发国家 但是中国还没有完全的越入 越过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讲中等收入陷阱啊 讲的就是这种啊 就 呃 本来是一个代工的一个国家 最后呢 顺利产业转型 变成了一个高科技 高收入的国家 但是中国还没有跨过去嘛 所以目前中国的债务问题 会不会是 接下来 可能引发泡沫危机的那一个 针呢 啊 我们待会来做一些探讨啊 好 每天中午八礼拜 我们跟进国家参应时事来做一些分析来解读 那如果 官朋友如果是收听我们 Podcast 或是Oncard 或是Spotify的官朋友啊 也随时 欢迎你来我们的支付当中 跟我们一起互动啊 把你 深长已久的问题提出来 好不好 我们都建议来为各位做一解答啊 那同时 如果你是 直接收看我们直播的 Gmoney 或有听号的 财经号角的官朋友啊 建议你设定位抢先看 这样每次有直播 就会第一时间跳出来 你爱点不点 随便你哦 好 但是呢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在直播当中啊 每天半小时 啊 总是 就算今天没有看到你的问题 你明天一直问 或者 你每天都问 我也迟早要回答你嘛 对不对 各位知道 我们的这个平台啊 就是 观众是 有回避应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选材的一个主题啊 全部都是照着 观众朋友想要听什么样的问题 来做解答 好 观众朋友是最大的 好 所以 有时候 以前会 想说 不行 这个新闻太重要了 我一定要讲一下 现在没有 现在观众朋友 你觉得什么新闻重要 你贴给我 我就讲这个新闻 好不好 我每次早上起来 要看到 哎 观众朋友贴了好多新闻 希望我做些解读 好像不是很熟悉 或者说 好像也不是很懂 但是就稍微理解一下 把自己的财经知识梳理一下 提供给各位 好不好 好 马上来看一下 美股盘后的一个讯息哦 好 美股盘后 因为美股目前已经三连K了 三连K了 但是台股 台股怎么样 台股还是一个平盘震荡格局啊 因为内资还是非常的给力哦 没有人在鸟子外资的啦 好 鲍尔哦 在昨天警告了 经济前景可能十分的严峻啊 那包括前一天 美国联邦退休金啊 暂缓投资中期 这样的一个讯息 我们解读过哦 都已经冲击到了 昨天的华尔街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道中指数下跌 516.81.2.17% 说在23247点 东北海指数下跌 50.12.1.75% 说在2820点 那沙哥指数下跌 139.38.1.55% 说在8863点 费登报道指数下跌 33.68.1.95% 说在1691点哦 所以美股道中指数啊 在本周啊 一跌就跌掉了1000点哦 瞬间从这个 25000一路 跌到23000哦 所以 后续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 这个 到底是一个频盘震荡 还是美股要准备进行第二只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用屁股想就知道嘛 现在市场上啊 如果 WD啊 那最直接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所有投资人已经相信 一定会爆发二次感染 而且呢 一定会爆发二次封城 但是你如果说 如果爆发了二次感染 但是不二次封城的话 事情就难说了哦 你要知道 美国这种西方国家 跟华人这种相较比较 保护啊 自身健康的这种概念 或者说观念啊 价值观比较不一样 所以你说 如果真的爆发二次感染 针对目前严禁的经济群势啊 美国有资本 有成本 进行二次封城吗 我认为可能不太大 因为封城所带来的 经济效应上的冲击啊 都已经被迫让美国必须要复工了 他怎么可能还进行第二次的封城呢 所以后续来看 我们还是要实质来做一些观察 尤其这种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我们都会随时来提醒各位 好 那台股的一个部分哦 台股昨天是四大内支啊 强力的撑盘哦 昨天其实NSCI名城哦 是半年指数的一个重新权重调整啊 直接调降了台股的平等 那其实台股的平等调降 跟台股其实也没有太大相关 就是中国市场目前表现的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昨天国家队为首的八大公股行户 还是连续八天来做买超哦 整体的一个买超金额也非常非常多 来到30亿以上哦 那最后带动指数所在10900点的关卡 那随着时间啊 接近520 现在5月14号嘛 代表是下一周 下一周之前哦 整体的一个多头的护盘力道都会非常强劲 但是下一周过后咧 过后我们真的就要好好来看一下 第一个哦 内资非政府护盘力道的变化会如何 简单来讲就散户怎么想 这第一点 到时候我们会从融资融圈的余额 来做一些系统性的一些分析哦 那第二点哦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疫情会不会二次感染吧 因为到了5月中哦 差不多欧洲 这种复工之后的数据要出入 因为欧洲差不多在5月初就进行复工了 两个礼拜够检视到底有没有爆发第二次的欧洲群聚感染哦 那在5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检视一下 美国的复工状况如何 那有没有爆发二次感染呢 所以接下来下半个月哦 我们主要就会锁定在 第一个 内资这种散户面的一个心态 第二点哦 就是国外的一个疫情 那520之后 基本上 我个人认为啦 就是用这种政府护盘的力道 基本上就会顺势的稍微减弱 好不好 提供给各位 当然啦 可能近空力还在 国安基金也没退场 可能会一定程度 在下半年啊 都形成了只尊涨不准跌的这种氛围 但是这种氛围啊 永远敌不过全球的震惊局势 你川普发一条推特啊 国安基金怎么可能挡得住嘛 对不对哦 好那刚才提到 NSCI连续5次调降台股的一个平等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市场的权重大增 这一次NSCI中国的权重增加了1.02个百分点 是调升最多最多的 那南韩是本次权重流失最多的市场 减少0.35个百分点 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南韩这一次 基本上啊 它是呈现一个半经济 或者说是一个经济正常运行的 经济体但是它的出口衰退却来到了35% 这比日本还要 还要和韩国啊 不是 日本和台湾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喔 所以南韩这一次出口衰退得这么严重啊 直接反映到了南韩啊 这种全球化这种国有企业不是国有企业啊 它是屬於全球的供應鏈 而非單一國家經濟體所製造 你看台積電大部分廠都集中在台灣 所以可以很順利的把這個晶圓 做出一個模型模板出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中國市場的權重大增 那南韓是這一次權重流失最多的 那台股的權重基本上 大概在0.1到0.2個百分比左右 目前數據還沒有出來 但是應該不會比南韓還要來得嚴重 好我們先來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說觀眾朋友提供我一篇文章 說這一次這一次的一個經濟的一個衰退 在很短很短的一個時間內就已經就起來 各位還想起來 我們什麼時候股市開始進行崩跌嗎 台股和大陸股市差不多在2月底左右 進行大規模的崩跌 那第二波崩跌呢 則是來自於3月份的時候 歐美疫情的延燒產生的第二波 所以一個初跌段大概集中在2月底 主跌段大概在3月 那在3月底4月初左右 股市就已經有一個進行打底的接響 那到4月中的時候 股市就開始進行快速的奇談 現在平均來看的話 都已經收復至少有6成到7成以上的一個跌幅了 是當時的跌幅來計算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聯準會在這一次的貨幣政策的操作性上面 非常非常的成功 因為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本來降息降這麼多 沒有一個市場投資人認為有這麼嚴重嘛 對不對 市場本來預估你降易嘛 結果你給我降4嘛 你降這麼多 目的是為啥 當時沒有人了解 現在回頭來看 聯準會早就對疫情所造成的經濟終極 進行了嚴峻的一個 或者進行一個非常精準的預判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股市可以回到一個正常的水位 好 那現在市場就開始揣測了 現在到底是真的談回來 還是將來經濟的一個趨緩程度 其實這一波看起來只是一個死貓跳呢 光朋友貼給我一篇文章 是胡佛在1930年代 對於當時整體景氣復甦的一個看法 好我們知道 1930年代四月份的時候 美國股市從崩盤的谷底 已經回升了五成 我們大概在1929年 這種景氣 就是大恐慌之後 其實股市大概跌了 差不多有快一年多左右 那沿路這樣子跌到谷底 那在1930年代四月份的時候 就從崩盤回漲了五成 至少五成 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 就認為景氣的春宴已經飛來了 所以胡佛 因為當時其實 1929年之前 因為美國股市的一個發達性 也沒有那麼的一個 資訊也沒有這麼的一個流通 所以當時在1929年前進行回推 也很少發現股市會進行這麼長時間的崩盤 沒有人相信股市會經歷差不多有十年的蕭條 但是當時的胡佛就根據 過去1929年以前的美國股市來做預判 認為說 通常景氣都是屬於這種 長期的上漲 然後快速的下跌 那在長期的上漲 再快速的下跌 所以呢 這一次的跌幅應該已經結束了 所以在對失業影響 60天過去之後呢 兩個月後 一群民眾前往白宮 希望對這個政府來振興經濟啊 胡佛當時就進行了一個談話 表示說 你們來晚了60天 因為經濟蕭條已經結束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當胡佛正以為 美國經濟要開始復甦的時候 在1930年到1933年啊 連續的經濟成長率是 -8.5% -6.4% -12.98 -1.2% 我們講的不是純量上的衰減喔 是增量上 是加速度的衰減 是每年以8.5% 6.4% 12.98 1.2% 這樣的一個幅度 快速的一個衰退 所以當時經濟崩盤 所造成的股市上彈啊 最後被認為 就是一個死貓條 就是一個死貓條 因為胡佛和幕僚啊 過度的樂觀 他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危機的複雜性 所以他在1930年代之後 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認為啊 美國經濟成長率之所以會衰退 是因為 其他國外的利益集團啊 搶走了美國的工人的工作 所以當時所進行的 莫特霍特法案啊 就開始大規模的 調高美國會務的這個高關稅 結果呢 1930到1932年的 整體的一個美國出口啊 衰退的更嚴重 來到-17.9% -17.38% 還有-22.5% 所以 胡佛以為禁止移民就可以降低失業率 結果勢得其反 連續的誤判啊 讓美國陷入了十年的衰退 各位想一想啊 這種狀況跟現在川普有沒有有點像啊 的確啊 像股市啊 跌下來啊 進行了一定幅度的反彈 那川普現在要幹嘛 要對中國大陸進行第二波的關稅戰 哎 你不覺得跟胡佛有點像啊 所以觀眾朋友貼給我這篇文章 其實我們從過去的歷史對照 當然啊 不可能因為川普這樣做 美國再度陷入十年的衰退 因為從這個1929年 撇出來看啊 沒有一場實質的需求衰退 可以衰退到十年這麼久啊 你說 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啊 那是供給面的 那個我們要忽略不及 因為那是政治面的一個因素 但是從來沒有一場 資產泡沫破裂啊 需要十年 需要十年 股市才能夠長得回來啊 08年 股市跌下來 差不多11年12年的時候 就已經進行回穩了 差不多到08年的一個水準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很肯定的一個假設 這一次如果真的如胡佛這樣子啊 川普像胡佛這樣子啊 進行二次的感染或者說 整體的經濟形勢不佳 的確有可能產生這樣的一個疑慮 但是不會衰退的幅度 像1930年代這麼久啦 但是我們可以講的是 也許這值得我們去仔細思考一下 在一個股市進行反彈 似乎是死貓跳的期間 川普又進行了第二輪的關稅戰 他所造成的負效果 投資市場意識到了沒有 如果還沒有意識到 那我們知道這則訊息的官朋友 就可以提早 意識到提早有一個防範 可以大致預估一下 未來一次股市泡沫破裂啊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產生的 提供給各位喔 好那我們一樣喔 8點52分來看一下 中美貿易協議的持續追蹤喔 我們剛才提到啊 這個川普可能會進行這種 第二輪的一個關稅戰喔 那陸方在昨天的時候 包括商務部啊還有外交部 都已經努力兌現承諾的一個 改口宣言開始出現了喔 中方其實表達的很明顯喔 說已經已經進行 從五月份以來已經進行了兩到三輪的購買 美方的一個農產品 那包括呢 在昨天中國國務院關稅委員會也宣布說 接下來幾項 對於美國加徵關稅的一個排除名單會出來 第一個就是稀土 我們知道中國是全世界90%以上的稀土供應國 那中方呢不會把這個納入關稅的一個貿易清單 那第二個是黃金啊 紗礦啊 那加上近期中國 這個購買美國的農產品呢 這幾項措施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啊 中方至少態度還是比較傍晚的 那接下來就看美方的態度是如何了 當然因為這一次的第一階段的協議啊 美方具有單邊執行權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場協議已經很明確的規定了 如何來判別中方是否違約 沒有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判定 而是由美方來判定 各位就知道了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從來不願意 親自去簽名 因為這對東方來講就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嘛 他不想做這個時代的李鴻章嘛 對不對 因為這場協議啊 衡量中方是否有違約 或者美方是否有違約 的那個人 是美國政府 而不是一個獨立的關稅委員會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就很明顯了吧 好不好 好 8點54分喔 我們最後來探討一下中國的債務問題喔 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昨天中國人民央行公佈了最新的金融數據 4月份廣義貨幣技術我們講的M2 年增率是11.1% 同時4月的社會融資規模增加了3.09兆喔 所以他投下了大概1.7兆的量化寬鬆的一個貨幣數 結果社會借錢的比例來到了3.09兆等於是翻倍 啊 就是說你用1塊錢 你發揮到了2塊錢的資產增值的一個效果喔 好 那現在這種資產增值的效果啊 因為融資規模的擴增啊 讓市場又在擔心中國的債務問題喔 我們剛才提到喔 中國的高槓桿率第一個能不能持續 第二個中國的國際收支惡化 能不能供應這個中國本身的國債 第三個中國的金融體系是否健康喔 我們一一來回答 好剛才提到說中國目前 政府企業家計單位的總GDP總額啊 是260% 也就是說中國人啊 他必須2.6年不吃不喝 就可以把他們國家的債務全部還完 那日本呢是370% 所以日本要還3.7年 那美國和歐盟大概在250%左右 大概還2.5年喔 好 那中國這樣一個GDP或一個國家的GDP 債務比佔一個國家大概一倍到兩倍 都算是一個正常區間 那為什麼說中國特別的要值得探討 因為中國並不是已發展國家 他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所以大多數人還沒有越過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對於他本身來看的話 資產增長的速度啊 是不如這一種 美國或者說已發達國家的 好那這樣的一個問題啊 我們就要仔細探討說 中國這樣的一個融資環境 它的槓桿開太大 債務比例開越高啊 會不會提早破滅 好那第一個問題呢 市場上大部分的看法我提供給各位啊 第一個 是中國的融資環境啊 大部分還是以境內銀行為主喔 目前來看的話 中國直接透過股權或債券 進行融資的比例啊 只有37% 這遠遠低於美國的79%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中國大部分人借錢啊 是我借了就拿去用 而不是我借了之後再借給別人 各位懂我意思嗎 就是正常的銀行 可以是可以進行這種 債融資的一個專案 比如說我有一間銀行 我跟你借錢 那我跟你借了 借了一定的利率 那我把借到這筆錢 拿去用更高的利率 借給那些 急著用錢 我們講成這種高利貸的 需要高利貸的這種企業公司 再借給這些 比較需要這種資金的一些公司 那我的利率就稍微調高一點點 我就賺中間的一個立場 所以其實已發展國家 或者已發達國家 這一種金融債融資的一個專案 是非常常見的 但是目前中國來看的話 這種債融資 占中國本土的資金的比例 大概只有37% 美國是79% 英國有67% 日本則是57% 所以從這種 已發展國家的角度來看的話 中國這種槓桿的開闊性 沒那麼大 這個是第一點 好 第二個點是 銀行的資金來源 仍然都是以廣大的儲戶為主 也就是說 它並不贏賴 我們剛才提到的 市場之間的一個融資 所以 中國政府對銀行的操控 其實達到了一定的效果 就是說 中國政府 讓整體的債融資的一個 效用性和次數沒有這麼高 這個是 只有這種國家才做得到的 所以 不管是種種原因來看的話 中國本身的槓桿性 開不起來 那為什麼開不起來 共產黨有非常明確的一個規定 因為所有的銀行 都是共產黨來控制的嘛 所以種種情況來看的話 市場對於中國 是否引發債務的一個危機意識啊 市場認為啊 主要不會是金融部門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呢 是地方債的問題 好 那因為8點58分啊 我們後續再來談一下 中國地方債的問題 先看一下各位有什麼問題 我們做一些細節的探討 Tina Lin說 這個 浩浩可以談談 如果美國真的實施負利率 對於債券市場的影響是什麼 美債新債 投資公司債 垃圾債 好 我們先簡單講講 因為時間有限了 美國實施負利率 我們明天做一個 特別做一個專題 美國實施負利率 對債券的影響 基本上就是持續的利率下滑 因為債券的利率啊 很大程度取決於市場的一個整體利率 債券是一個相較保守型的投資 所以當美國賣入負利率時代 債券能夠給你的配息就不弱 但是債券作為一個保本型的商品 是不會變的 各位懂我意思嗎 黃金也沒有配息啊 但是黃金為什麼你可以賺到錢 因為它有價差空間 為什麼景氣不好的時候 債券還是可以賺到錢 因為債券是一個國家 對於你的承諾的一個債務 所以如果是好的債券 比如說美國國債 比如說歐洲債 這種債務是不會瓦切的 那麼它就達到一個 保本性商品的一個作用性 那相反的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種垃圾債 或者說新興市場債啊 它呢就變成了一種間接的風險資產了 國債不是風險資產啊 但是新興債垃圾債 就是一個風險資產 那投資及公司債 基本上就是位在一個中間的位置 它沒有像國債這麼保守 但是呢它相較起來 體質是比較健全的一些債務 提供給各位 好 Andrew Hong說 台股通常與美股密切聯動 這兩天與美股背離 是否因為520行情的緣故 沒有錯 因為外資很明顯 這兩天都在進行賣超 為什麼還是撐住了 內資的買盤力道很強 那這個內資買盤力不能全部歸給政府 因為散戶也買得很兇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態底下的話 各位可以持續來關注 到底內資什麼時候會意識到這一點 那希望不要太早意識到 我們希望等到外資回歸之後 內資再意識到會比較好 這樣台股呢就不會遭受 太大的一個波動衝擊 好小胖說 什麼是黃金分割率 黃金分割率簡單講一下 簡單來講就是 這個股市在進行修正期間的幅度的變化 會有一定的一個比例 這從技術分析比較常看到了 好不好 今天有各位 如果小胖想知道的話 可以上網查一下黃金分割率 很好查 就是每次股市在進行大規模修正的時候 它會依照一定的比例 大概會打大概2到3隻腳 那4、5隻腳 黃金分割率的用意就不大了 所以這個黃金分割率呢 是以當時的一個最高點 乘上一定的比例 以此來預估 這一波的修正 大概會幾點到幾點 好這個技術分析比較常用 但是我自己也討論過幾次啊 準確度其實沒有這麼高 好啦 早上9點鐘 感謝各位今天參與 今天講的比較趕 因為想要講的議題很多 那我也歡迎觀眾朋友啊 隨時把你想要了解的一些訊息啊 沒關係 你在直播中留言 或者說我沒看到你就持續的流 這種的一天我會看到 都會講到嘛 或者說私訊我都可以喔 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那我們就明天早上8點半 那下次見啦 感謝各位今天參與 掰掰